大家好 大家好 歡迎來到Sodiyazin的Shaner 嗨 大家好 我是梅根 現在我們人在 Costco 我們又來到Costco 然後今天呢 大家期待已久的 更買系列的續集來了 YA 你知道嗎 更買系列真的是很多人喜歡看 但是我們自己本身呢 也蠻樂在其中的 因為它是真的可以讓我們挖到寶的一個系列 就是 你知道 要體驗看看別人那種購物車的感覺還蠻不錯的 對了 前幾天呢 有一位粉絲在那個IG上面有tag我 就是他拍在Costco的Story 然後他就標記我說 幸好你沒有跟到我們 然後他們那個 你知道 車欄是滿滿的東西 對啊 如果是遇到那種好像也不錯 因為感覺可以認識到很多新的東西 但是 荷包又會比較跟我抗議這樣子 但是更買就是這樣子 更買就是 我們今天鎖定一個人 只要那個人買什麼 我們就是跟下去這樣子 那我們今天我們要跟的人呢 像我們之前有跟穿皮衣的人 或者是穿精品的人 但是我覺得呢 這一次不要去局限了 因為局限的話 其實還蠻難找到人的 對 就是很縮小的那個範圍 因為他有可能他今天 然後他穿那個衣服 我們找到他 但是他今天是想要買個一兩樣的東西 可能衛生紙 可能就是衛生紙跟牛奶 就這樣子的話 我們真的會超級辛苦 等一下 那個 飛機 飛機有點大聲 好想出國喔 OK 那我們就趕快 前往過去吧 感覺他們應該蠻會忙 對 感覺應該蠻會忙 家庭應該知道蠻多好東西 他的小孩子在看椅子 但是我也蠻想買椅子的 希望他們回來 因為他們是那個電腦椅 大家好 我們目前 有點擔憂一件事情 就是他們到現在 一個東西都還沒拿 一個東西都沒有拿 有一點怕他們會不會是 吃完飯 站來這邊逛一下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換了 好 因為我們什麼都沒有 我們真的什麼都沒有 他們很多東西 但是美根現在已經去 拿他的車欄裡面的東西了 讚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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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你真的都有看耶 對對對 這個就是那個Crocker 然後這個也有 還有一個燕麥男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會買耶 很會買的感覺 他們不是年輕人 不是 三位 很像三人 比較年長的 中年一點 對 比較年長的長輩 他們可能會買鞋子 喔 真的假的 那我們也要買鞋嗎 對 那我也要買鞋子 可以耶 才970元 喂 媽媽 媽媽的鞋子幾號 喔 因為我現在跟到一點 買一個女生的跑步鞋 要淺藍色還是黑色 媽媽要淺藍色還是黑色 媽媽要淺藍色還是黑色 媽媽的尺寸沒貨 大家沒有尺寸跟不上 這樣真的是浪費錢 對 所以這個我們就有 對 這個就是不要 M.I.D.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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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在這個旁邊這些呢 就是我這一次的這些戰利品們 看起來超多的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這次應該有9樣左右 這一次的總金額的話呢 大約是5000元台幣 這個比我想像中的金額還低 因為我們在跟的時候啊 我們那個籃子 那看起來很滿 很滿 就是我一開始我以為說 欸 會不會是七八千元 但是好像 欸 我也是 對不對 原本以為價錢更高 對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 它的體積真的都看起來很大 然後這次我超期待這個的 我也是 我超想要現在就趕快吃 對啊 這是新的嗎還是 沒看過耶 沒看過對不對 那我們這次呢是跟到 三位比較年長的長輩 他的那個側欄裡面都是我們 沒有吃過的一些餅乾啊 飲料啊等等 所以我們就是決定跟他 那結果 大收穫 那我們就直接開箱開下去吧 好 那我第一樣商品呢 我想要先來開箱 這一個 這個是咖啡 這個是雀巢的 冰萃綠帶研磨咖啡 四十路 因為呢 我們後面有很多甜食 所以我們想說 我們可以邊喝這個咖啡 然後邊吃後面的東西 然後啊 這個咖啡 我昨天晚上呢 我已經開箱了 所以現在它是開封的狀態 我們有看它的這個 建議的飲用方式 它這個裡面是這樣當包裝的 然後呢 它就會 就講說把這個綠帶呢 直接投入在水瓶中 這邊有寫說可以一個小時 或者是四個小時 八個小時 十二個小時 我這一次我試這個八個小時 所以大約是香醇順口 跟濃厚香醇 的這個中間 做法其實滿簡單的 它就是一包 然後這邊有水量 一百六十ml跟三百ml 如果一百六十ml水比較少的話 就是比較濃 然後如果是三百ml的話 就是比較淡一點 等於說是你可以自己調配 你自己想要的口感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直接泡進去 裡面的咖啡 我覺得很方便耶 對啊 我覺得算是很方便 因為可以再去露營啊 或者是野餐的時候也可以 那我這一次呢 我已經有給它做好了 那我這一次泡這個水量的話 是三百二十ml 然後我泡兩包 因為美根也要喝嘛 所以我這個是比較濃的 好療癒喔 好療癒喔 第二杯 它的顏色算是淡的齁 對 顏色上看起來比較像茶 好 那這個給你 我們來乾杯 味道完全 濃 味道就是濃 很順 很順耶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覺得說 咖啡真的很苦的 然後苦澀苦澀的感覺 可是它這個是完全沒有耶 很順 欸 真的很順 而且我這個算是 用一百六十ml去泡的 所以代表它是比較濃的喔 如果它這個再淡一點的話 應該會再更清爽 然後更清淡一點 我這樣是八個小時喔 代表它十二個小時應該 香氣應該會再更濃縮一點 它的這個咖啡是一百趴阿拉比卡咖啡豆 雖然我們不是很懂那個咖啡啦 可是這個好喝 變化一下 我有做 登登 拿鐵 對 也不是拿鐵 我這個是用那個 原本是要用水去浸泡 可是我是用牛奶去浸泡它 一樣也是八個小時 然後 全部都是用牛奶嗎 我全部都是用牛奶 沒有加任何水 沒有加任何水 然後這個牛奶的話就是這個 欸這個顏色出來的很好耶 哇 欸這個可以 這個這個這個絕對可以 這個絕對可以 這個絕對可以 這個有 乾杯 你太誇張了啦 不是我沒有想到會成功成這個樣子 大家不會想像說用泡的可以泡成這樣子 欸跟剛剛的口感完全是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它這個是奶味很重 可是奶味不會蓋過咖啡的味道 這個推耶 如果喜歡喝重奶型的咖啡的話 這個做法 絕對要試試看 那下一個 梅根請你做挑選 下一個呢 我要吃起司蛋糕 因為就是要搭配這個咖啡 對 這個起司蛋糕呢 其實我也真的是很想趕快吃 然後這個是399 這麼大耶 8吋的藍莓生乳酪蛋糕 喔 生乳酪不是起司 喔對對 講錯了 其實它沒有什麼造型 哈哈哈哈哈哈 為什麼給它感覺長得很大 沒有啦 就是這裡有一點啦 側面 側面 它這邊有點淡紫色 然後它下面呢有一些藍莓 其實我們真的是很少在Costco買蛋糕類型 幾乎沒買過圓形的蛋糕 對 好吃嗎 有點像那種慕斯的感覺 那我們就來吃看這樣 欸 超軟耶 感覺它下面的那個餅乾很好吃 你看 它裡面藍莓還算是給的不錯耶 對啊 因為你看這中間藍莓很多 我們現在要來吃我們下午茶了 用你的舌尖慢慢的品嘗它 形容一下口感 專業一點 濃 然後它在 濃的奶香呢 它在你的嘴巴裡面呢 它們非常非常的開心 在跳舞嗎 對 在跳舞 然後我的那個舌頭呢 也會被拉進去一起跳舞 喔 這麼厲害 它就是一種 雖然它不貴 可是它感覺給的很濕 我覺得這個好吃 而且呢 好啦 講簡單一點就是說 它上面的那個生乳酪的部分真的是很濃 它的那個藍莓的那個味道 它是比較香氣 然後如果你有吃到它的那個藍莓的話 那個藍莓味會爆炸 然後它的最下面的餅乾 是比較濕濕的感覺 所以它也不是那種超脆 可是我覺得也很好吃 它的整個層次是有的 濃 濃啊 而且它的藍莓放的很多 對 它的藍莓是一顆一顆這樣子 還滿大方的 它這樣子是399元 很划算耶 而且它是8吋耶 這個就是很足夠當作生日蛋糕 而且四個人絕對沒有問題 搞不好還太多 對 搞不好還有點太多了 而且它這個就是它有奶味 奶味又帶一點酸酸的那種藍莓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很不膩 哎呦 現在是發生什麼事 要跟我搶那個美食評論家的職位是不是 當然啊 欸我 我們要繼續 後面要趕快開槍下去 不然講太久了 每次第一樣跟第二樣都是講最久的 然後後面就開始 啊完蛋了完蛋了 趕快趕快趕快 那這個牛奶應該就不用特別介紹了吧 就是燒夠大碗 燒夠大碗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這個 欸可是這個要烤過吧 好我現在要馬上去烤一個 然後一個是一般吃吃看 好 紅豆麻糬奶油酥 麻糬就看起來超好吃 這聽起來就很好吃你看 麻糬都爆出來了 對爆出來了 對啊 各位剛出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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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出爐剛出爐 那我們要先吃沒有烤的嗎 我覺得我們可以先吃這個 這樣子會不會有落差感啊 不是因為呢 可是大家應該都會烤吧 這個會直接吃嗎 不會吧 還是我有需要試吃沒有烤的版本嗎 好啦 試吃一下好了 周到一點 這個是完全沒有烤過 它是真的是完全軟的 然後它這個裡面啊 它是有麻糬跟紅豆泥 怎麼樣 它裡面的東西很好吃 我現在有人想像到說 加熱之後它應該超好吃 可是它那個外面就有點像那種麵包 它這個有點像可頌類型 所以說 它如果沒有烤的話 真的 就有點可惜啊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好酥的感覺喔 怎麼樣 好吃嗎 怎樣喔 它的那個酥脆感非常非常足夠 就是很好吃 然後它也是千層感 可是呢 就是那個麻糬的部分 因為麻糬是沒有味道嘛 所以它感覺有時候會把那個整個味道 蓋掉 會突然有點沒有味道 就只有剩口感的感覺 可是那個紅豆跟這個千層 這個香味跟甜味 有時候會跑出來 那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好吃 這樣會不會太複雜 可是呢 我覺得它一開始 一口進去的時候 沒有那個驚豔感 妳試試看 這個我覺得蠻好吃的啊 可是妳怎麼沒有那種驚豔感 代表還好 美根如果好吃的話 她就說 嗯 好好吃 這個才是美根真的覺得好吃的 因為我對紅豆本身比較還好 我不會特別想要吃紅豆的麵包 喜歡紅豆的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它紅豆 對啦 它的紅豆味是 蠻濃厚的 是有的 對好吃 算蠻好吃的 可是沒有超驚豔 它這樣是299 然後有15路 如果要開趴或者是 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來家裡 那準備這個絕對是OK的 我也很喜歡它的皮 它的這個外面啊 很像派皮的那種部分 就是真的是好吃 這個是真的不錯 我覺得外面那層酥皮 讓它很加分 對 真的 我覺得酥皮是它的靈魂 下一個不然開箱那個餅乾好了 可以 這個看起來好可愛 這個是日本的吧 天奶屋 喔對啦 它是日本的 原產地是日本當中的 這個應該大家也不陌生吧 就是這種 日本有很多這種就是鹹餅乾 它裡面超多包耶 465 所以30 代表它一包是15塊左右 好我們來趕快迅速吃吃看 像日本的這種米果的這種零食啊 那種我從小就是吃到大的 它在裡面長這樣子 好吃好吃 這感覺滿適合放在辦公室 就可能偶爾想要醉餐 想要吃個什麼餅乾 喔這好吃耶 偏向經典嘛 就是大家如果有在吃日本米果 其實它也沒有差異太大 就是好吃 像我就會覺得很帥氣 就會想要一直吃 對這個會一直停不下來的那種 這個還不錯 這種感覺就是不會錯啦 嗯 喜歡吃米果就可以買 對安全牌 OK 那就再來囉 好下一樣的話呢 要不要來喝這個燕麥牛奶 還是你想要喝這個下面的 我覺得先喝燕麥牛奶 好 它的這個包裝其實沒有很吸睛 柯寧的核桃燕麥牛乳 它這邊有寫說 零色素零香料零蔗糖 然後高鈣 就是它是很健康的那一種 好那我們就來喝喝看囉 欸它這個是紫的耶 環保類的 搖一搖 好 怎樣 好喝不好喝 健康 很濃的牛奶的稠度 可是它有一種那種沙沙的感覺 這個冰了應該會比較好喝 如果 因為現在是常溫 所以燕麥牛奶的感覺 就是燕麥牛奶 以甜度來說的話 如果牛奶的甜度是10的話 它這個甜度大概是7 就是有點靠近牛奶的甜度 可是它沒有那麼甜 這個 它這個包裝很時尚耶 摩卡咖啡捲 對 這是咖啡捲 它的原產地是台灣的 欸我記得你是很喜歡吃這種咖啡捲 對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這種就是捲類的 蛤 它是這樣喔 它裡面是長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來吃吃看這個摩卡咖啡 脆捲 這個我沒有吃過 它是長這樣子 味道很香 喔味道很香欸 欸好吃欸 嗯 真的好吃 這個咖啡味很重 它奶油也蠻特別的 喔這個推 這個推 但它算蠻甜的 所以如果不喜歡太甜的 有嗎 可是它有那個咖啡的那個苦味啊 它的苦味跟甜味是融合得還蠻不錯的 嗯 我自己個人 我是覺得它偏甜啦 但它味道很好 嗯 它的味道是真的好 因為我個人呢 餅乾類啊 我都可以吃比較甜的 就是比較偏甜的 我都還蠻喜歡的 就是我很喜歡糖 所以 這個對我來說不會說特別甜 可是很像對美根來說 這個算是過甜的 我覺得它味道很好 但它真的有點甜 妳不推嗎 喔我也推 但是我怕不喜歡吃太甜的人 會覺得它太甜 有可能是因為我真的是平時吃太甜的 我跟大家講它是螞蟻 對我是螞蟻 下一個是這個 喔這個很重 喔這超重 Milkies 它這邊有寫說這個是 韓國樂天優格風味碳酸飲 我們一開始以為這個是那個 牛奶 對因為它上面就寫Milky啊 就是我以為這個是牛奶 可是它是碳酸 我猜啦 我猜優格風味 應該是有點像那種 科爾比斯 加碳酸水的那種 喔 它的一罐沒有我想像中的大欸 它這個是幾入啊 30入 399除以30 一瓶13.3 欸滿便宜的 對 我覺得這個你會喜歡 感覺就是科爾比斯 加那個碳酸 喔 欸真的 真的是碳酸欸 欸 上面有一層泡泡 好綿密的泡泡欸 怎麼樣 超好喝 可是它真的是有點偏科爾比斯 可是很甜 因為科爾比斯也很甜 它就是 它就是科爾比斯 然後再加一點碳酸水的感覺 也有點像那個洛健 喔對 洛健 洛健的碳酸版本 如果喜歡喝洛健或是科爾比斯的話 然後又喜歡喝氣泡水 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如果是那種超級有在follow我的影片的人呢 應該會知道 有一次我很像在跟美根吃飯的時候 我們喝科爾比斯 我們有放碳酸水進去 嗯 就是我個人是很喜歡 科爾比斯加碳酸 那這個是可以直接取代的 而且它那個碳酸是比較 比較細微的 就是不是那種可樂 因為可樂他們的碳酸是比較 比較粗 喉嚨有時候會 喔會很痛嘛 可是這個是不會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開箱這種 必須要調理的食物類 這個是紅龍的辣味雞翅嗎 對這個我超期待 對這個辣味雞翅看起來超好吃的 還有這一個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耶 因為裡面有起司 對它是起司的那個香腸 然後還有一個鮭魚現在在退冰 應該差不多退好了 所以就是這個三樣這樣子 還有我們昨天有吃壽司 那個壽司真的是好吃 那個是我們已經回購好幾次 真的是那個是真的好吃 那個如果我們放到今天的話 那個飯會硬掉 所以我們就是有昨天有吃這樣子 因為這個呢我就不用試吃 我也可以跟大家說 那個真的很好吃 然後喜歡吃鮭魚的人 非常非常推薦 然後也喜歡吃酪梨的人 也很推薦 也很喜歡吃酪梨的人也很推薦 好那我們就去到廚房來開始 調理我們這次的食品類 這個我們等一下就是用這個 就是來煎一下 可是我會切啦 因為一大條真的是吃不 香辣雞翅 這應該是不會有錯啦 但我會怕太辣 喔對 這要看說這個怕辣的人 敢不敢是因為我們兩個很怕辣 好帥 再一包 兩包 欸它還有醬欸 所以代表是說 而且它的部位不一樣 這是胖胖的腿 然後這個是雞翅 欸真的欸 它有得選擇 對你有得選擇欸 哇好辣 大家你看 超級香 這個是那個 就是香辣雞翅 然後它有兩個部位 一個是棒棒腿跟雞翅 然後起司香腸跟 下面的這個是 鮭魚肚 對鮭魚肚 好那我們就先來吃吃看這個鮭魚肚 就是要趁熱吃 貴度就是一個很油的一個部位 所以應該也不會說什麼很柴啊什麼 那個問題應該是沒有 自備飯 很下飯 好吃嗎 好吃 因為它那個醬蠻多的 我覺得主要是那個醬很下飯 因為它的做法還蠻簡單的 它就是 因為它本身它就已經是熟的 然後進去冷凍 所以你再給它回溫加熱 就OK了 偏甜甜的感覺 就是鰻魚飯的那種感覺 而且一定要配飯 對一定要配飯 但是會很膩 會很膩 因為它那個很油 所以還是要配飯吃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魚腥味比較重 它的魚味可能還滿重的 有 有我剛剛也有小小的發現這件事情 就是海鮮獨特的那種魚味 是有的齁 對 如果很怕那種魚味的人 可能會有一點抗拒 那我們來吃吃看這個好了 看它裡面真的有沒有 哇 它剛剛它在我嘴巴也爆出來了 大家 必買 很脆很脆 超好吃對不對 裡面超級無底juicy 我想給大家聽這個聲音 它是粗的 好好吃喔 它這個裡面有這種洞洞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放那個起司在裡面 我覺得如果只要喜歡吃 等一下 你幹嘛 很好吃啊 我哪在吃啊 如果喜歡吃起司的人 會報愛喔 最後了最後了就是這個 紅龍他們的辣味雞翅 之前我們也有吃過紅龍他們的那個炸雞 就是很像麥當勞的那一種 然後那個也真的蠻好吃的 紅龍應該不太會出錯 但我有點小小擔心的一點就是 會不會太辣 對我們剛剛在炒的時候 我們整個被嗆到 它的辣味是整個衝進去你的鼻子 對 所以現在我有點怕 很好吃 很好吃 不會辣 很辣 它的肉很好吃 可是它好辣喔 可是它好好吃喔 這真的是辣的 這是後面會有點來 然後我現在我已經開始發汗了 因為我是真的不太敢吃辣 敢吃小辣的人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這個要講 不然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那有那麼辣 可是對我來說這個很辣 可是它的那個醬呢 是比較酸辣酸辣的感覺 沒事嗎 有點像就是chili sauce的感覺 沒有到你那麼誇張 可是它是後面 可是我覺得我現在我那個嘴唇周圍 是有一點點那種微微刺刺的 這個辣我可以接受 一定是中辣吧 小辣吧 中辣吧 欸我流超多汗欸 有一點 有一點 小小的 它是後勁 真的大家 因為我這一開始吃的時候 我也覺得喔好好吃喔 我以為它是本身就是那個辣 可能就是還在那個雞翅裡面 對可是這是它自己辦的 可是這個對我也不錯 因為如果我真的覺得它太辣的話 搞不好我下次我可以再低少一點點 就是一點點就是薄薄的 就感覺沾醬的概念就好了 對我覺得這個可以自己說 這樣調配也蠻不錯的 好那我在這邊我還有一個生活用品 衣服 就這個 樹梯吧 對 之前就有買過了 喔你已經有買過了 這個我大概高中的時候就有買過了 就是 那它的版型怎麼樣 版型也蠻不錯的 然後也算是挺的 這一件529元 六入喔 代表它一件不到100 對我記得那個時候 我就是因為它有划算 所以我才揮著去買 就大概就是這樣 這也是這次跟到的 還蠻不錯的齁 這個還不錯很實用 這個不錯很實用 這個算是很買對的商品 OK那這些呢 就是我們這次跟買到的戰利品們 那你覺得你今天最喜歡的三樣商品是什麼 最喜歡的喔 對不用排名 就說你最喜歡的三樣 好我最喜歡的三樣 就是我就不排名囉 我覺得這一次 排名太難了 對我覺得 我覺得這次遇到它很好 然後也覺得它很值得買 的三樣商品好了 喔 絕對有這個 香腸 這個香腸如果你是喜歡吃起司的人 這個真的是推薦 這個咖啡 這個一定也會納入這一次的 必買名單 因為這個啊 剛剛我們不是吃這麼多東西嗎 然後我們會 就是配一點 配一點這樣子 它真的是順口到 真的可以一直喝 一直喝 一直喝的那一種 所以我剛剛在拍的這個過程中 我是對它的好感度一直提高 還有 咖啡卷 對 那個也真的是 我個人啦 可是美根覺得那個 有點過甜 我可能嘴餐的時候 我會很想要從那個 眾多餅乾的零食櫃裡面 我可能會挑那個來吃 OK 那今天的影片呢 也就是差不多到這邊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那就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有訂閱 跟旁邊的小鈴鐺 不要忘記下去 OK 那我們就下週再見了 See ya Bye 快